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时间 1点15分左右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Torgrove Torgrove今天呢 就好像表现不是很好 现在5盘的时候呢 就稍微跌了1% 大概是跌了 半分钱 一分钱左右吧 但是呢,好事是说 他才是继续的维持在 这个200天均线上面 200天均线就是0.87 他没有跌破 他才是守住的 而且呢,你可以注意一下 他其实连这个POC 0.885也是守住的 也就是说他股价并没有 跌破这些关键的 支撑 被守住的 这样如果你记得我昨天讲的东西是说 不要追嘛 什么情形要追呢 就是要突破 这一个 过去历史的这个 防射线的时候才追嘛 所以今天没有突破的话 肯定就不用追 这个也是 要确认 这样我也讲过说 如果你是之前是买在这些位置的 你也不用 紧张,因为他没有跌破 200天均线的话 你就自己守住 所以今天呢,还是ok的 我觉得还是继续观察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就继续的 呃,观察 之前的策略 不要看到紧张 看到跌的话就卖啊 看到紧张就从这进去里面 一定要有这个策略 这个trading strategy 呃,要什么 呃,要具体 follow你的 strategy就好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紧张 所以同样的 现在也是一样啊 等啊 等他几次突破这个时候 啊,那时候再看吧 啊,要不要进场 啊,如果 再破这个200天均线 之前进场的朋友呢 也要考虑把它买出去了 这个就是我对Topcraft的一些 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呢,你就会随时呢 就会收到我最新的一些分析 谢谢大家